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燕青 1966年 罗燕青因为健康问题退出影坛和舞台 其后到美国定居 于1994年回港复出 与罗家宝组成宝燕红剧团 但今年已少做演出 一直到2021年9月 91岁的罗燕青精神奕奕地出席慈善乐剧乐曲晚会 他表示 之前来支持老朋友 问道可有吸引在于目前演出 他笑说 不会了 我老了 现在享受过简单生活 又透露 1月10发生交通意外 弄伤脚又裂了两条勒鼓 留院18日才康复 现实已无大碍 他将于月尾生日 但因疫情关系 不有计划搞寿宴 罗燕青原名罗大宏 广东顺德人 著名乐剧花旦 诗世余力真 能做擅长 尤善彩敲功夫 罗燕青除了学德师傅的南派武功之外 还习练京剧北派武打 因此练就一身非凡的武功本领 他还向同一剧团的罗品超 学会许多演艺技能 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拜薛觉仙为师 主要学习文静系 经过薛觉仙的耳提面命 记忆突飞猛进 掌握了西纸的唱作艺术 成为允文允武的多面手 演艺界称之为梅燕青王 罗燕青他不仅人漂亮 而且声音好听 有着一身决绝的乐剧武功本领 唱法细腻是个能文能武的多面手 乐剧又称广府戏 广东大戏 是广东及广西岳方言区的最大剧种 发言于佛山 以岳方言演唱 汉族传统戏剧之一 乐剧形成于广东 后传入广西 香港 澳门 台湾 在东南亚和美洲各国 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均有乐剧演出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乐剧广泛吸收广东音乐 广秀 牙雕 陶瓷 灰宿等地方艺术形式 充分体现了广府民系群落的地域文化传统 辐射范围遍及全球各地 在世界华人中具有文化凝聚力 无论其开放灵活的表演 希望将来能够大红大紫 名字和他的以后真的是息息相关 后来他把罗大红的名字改成罗燕青 可能是考虑到比较漂亮 清活清成同时也希望能够成明星 罗燕青果然真的就成了乐剧明明和乐语篇大明星 小时候的罗燕青是一个热爱表演和喜欢唱歌 爱好乐剧的人 自幼就开始学习乐剧表演艺术 先后诗成余力真和徐绝仙先生 不仅学会了南派乐剧艺术 同时也学会了北派京剧艺术 这点主要是跟罗燕青的老师余力真学的 余力真也是一个不仅精通南派乐剧艺术 而且还精通北派京剧艺术的名领 但是余力真是正义花旦名爵 而罗燕青也是正义花旦 尽管他们师徒二人都是正义花旦 但罗燕青为乐剧作的贡献还是可圈可点的 喜欢唱歌和表演的罗燕青 从小就跟随乐剧明明开始学义的生涯 十三岁拜乐剧明明薛决仙 这个被称为万能老官的大人物 也是当时乐剧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可见薛决仙的乐剧功力有多厉害 尽管薛决仙是个大人物 但罗燕青并没有跟薛决仙学习太长时间 不过罗燕青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提高 在薛决仙的耳机面命下 罗燕青从一个极尽是对乐剧爱好的业余演员 通过刻苦的锻炼和学习 转身一变成为了乐剧界的一颗星星 罗燕青虽然能做擅唱 但最擅长的是彩敲的功夫 同时唱功也有了很大进步 掌握了很多比较细腻的唱法 随后得到乐剧界的肯定 人称梅艳青王 罗燕青是广东人 但是当时的薛决仙是在香港发展 所以当时罗燕青的家庭应该也是比较富裕的 跟于素秋是一样的 当时有一大批南派乐剧名领 一起到香港发展 所以于素秋和罗燕青 应该是当时一起移居到香港发展 这个时候就刚好碰到了薛决仙 因为当时的薛决仙 已经在香港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名声 所以就跟着薛决仙学习乐剧 薛决仙当时有一个剧团 叫决先生的剧团 罗燕青当时就在这里演出时 做的是三花旦 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 罗燕青从三花旦做到正硬花旦 从此在乐剧界和电影圈 都有了一定的名声 后来罗燕青跟当时的乐剧名领 也是当时的搭档何非凡结婚 罗燕青当时已经29岁 现在来说已经是大龄圣女 但彼时她已经在乐剧界有了一定的名气 所以罗燕青不愁嫁 但是她经常和乐剧界的各大老官合作 而当时的何非凡在香港乐剧界也是非常有名 虽也是著名花旦 但何非凡在文武生方面更擅长 何非凡和罗燕青两个人经常合作 时间长了两个人就慢慢的熟悉了 于是在罗燕青29岁的时候 两人在香港食堂嘴万国酒家设宴并结婚 但是结婚四年之后 两个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离婚了 当时罗燕青31岁 之后罗燕青就没有结过婚 一直坚守在乐剧界 经常主演电影和电视剧 但很少再唱乐剧 罗燕青以前就曾转战影视群 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无数闹东京》 他是那个年代的功夫女侠 主演了很多武侠片 例如《碧雪剑》 《七剑夏天山》等 罗燕青接受访问称 刚拍电影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乐剧唱完就可以收工 拍电影却要一遍一遍 反反复复 太辛苦 哭着说要罢演 结果被告知罢工要赔钱 罗燕青又只好乖乖回去继续拍戏 四十年代 罗燕青的片酬就达到了一千五百元 那时候他演一场乐剧才八十块 相差近二十倍 这样的天价片酬迅速让罗燕青成为富婆 十八岁左右的时候 年收入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买下香港半条街的物业 还在美国置业买下一栋商业大楼 位于美国的大厦在八十年代已价值二百万美元 不计算汇率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因素 也是妥妥的超过千万 罗燕青是个听话的孩子 他所赚的钱通通交给妈妈打理 自己只有大概两块钱的零用钱 拿到这些钱就会约朋友出去玩 买薯片那些零食来吃 在电影圈展露头角后 罗燕青就不再演大戏了 妈妈的话是说 看罗燕青在等待上场时 会累到睡着 很心疼 难道不是因为片酬高吗 罗燕青可是因为拍戏累到哭啊 不达到导演要求不能收工 同样辛苦 不过任凭谁也会选择拍戏吧 就算辛苦加倍 这回报率也是超高的 在妈妈去世后 罗燕青开始自己理财 他喜欢把钱放在麻将盒里再藏起来 每天回家就偷偷拿出来 看钱还在就特别开心 之后因为被朋友告解 如果着火就完蛋了 所以罗燕青决定存银行 不得不说老天爷是公平的 给了罗燕青美貌和机遇 但是他的生活能力还是蛮弱的 打算从银行取钱时 他又哭了 因为签名样式跟存钱时候不一样 被拒绝取钱要求 正在街边大哭的时候遇到朋友 朋友带他拿着身份证去办手续 马上就解决了 就是这样麻糊的罗燕青非常有财运 而且也要感谢他的师父 李海全 也就是李小龙的爸爸 叫他赚一块存一块 用钱就去赚 钱是省出来的不是赚出来的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毫古早的理财理念 说是省出来的也是因为他们赚得到钱 不动用储蓄 有出门赚钱的能力 罗燕青坚信老师李海全的想法 对自己也很节省 一次他叫助手买12.5元的裤子 但对方为了质量好 也更衬罗燕青的身份 找师父定做了两条裤子 挖了40元 一条裤子差7.5元 这远远超过罗燕青的预算 大骂助理 而且是见一次骂一次 助理没办法 只好自己买下来穿 然而助理的工钱只有20块 相当于两个月白打工 身家过千万的罗燕青解释道 就是要他记住 下次不会再犯 从罗燕青的角度可以理解的是 助理自作主张 并且多花钱 这是不服从领导 但是如果这是第一次犯错 应该可以原谅 作为助理的角度 那是相当的惨啊 罗燕青端章秀里的外形 以及扎实的乐剧舞台艺术 再加上自然流露的演技 成功地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 梁允生白发魔女中的练泥场 金庸碧雪剑里的瘟仪 还有一系列经典武侠电影 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也是罗燕青的成名之作 除此之外 罗燕青还与很多乐剧名领 出演过很多经典乐剧电影 其中的杨贵妃 孟立军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但罗燕青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大美女 她又开创了时装粤语歌舞片的潮流 并且登上华丽摩登时少女王 引领时少潮流 随之风靡万千少女 这也是罗燕青的厉害之处 之后罗燕青因为种种原因 退出了演艺圈 并且到美国定居 尽管罗燕青定居美国 但之后又回到香港生活 并且和另一位著名乐剧名领 罗家宝创办乐剧学院 从此开始培养更多优秀的乐剧演员 一心一意地为乐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尽管罗燕青已经退出了电影和乐坛 但是罗燕青演出的电影和电视剧 以及乐剧 却深深地影响了60年和70年的人 罗燕青也为乐剧的传播和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